各位花友们大家好 今天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 叶剧花 得了戒壳虫怎么办 相信有很多花友养过叶剧的花友们都知道 这种植花是特别的糟戒壳虫的了 那么今天主要讲的是如何防治 那么我建议大家可以到网上去购买 一瓶这种沙虫水卤剂 给它喷啥就可以了 这种可以起到沙面戒壳虫的作用 那么如何使用这种沙虫剂呢 使用沙虫剂就是每隔七天 给它喷洒一次就可以了 大概四到五次这样子 它这个戒壳虫慢慢就会消息的了 像我这般的话 我就是用了这种沙虫水 给它喷洒了几次了 现在就没有出现这个戒壳虫的情况了 而且这个花朵开出也是特别的茂盛 特别的大 那么在喷洒的东西 这样也可以往这个盆土表面 撒一点那个小白药下去也是可以的 这样也可以提到那个沙虫的效果 小白药呢 就是沙蚂蚁用的那种也是可以的 大家可以去购买一点回去 往这个盆土表面撒上去就可以了 这样呢就可以大大的提升这个 病种害的作用 建议大家平时养护业绩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防病种害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 撒害戒壳虫的小方法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话 大家可以相互的交流一下 如何更好地防治这个叶剧花的各种病种害 好了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